位于南投市仁寿公园的厕所 因目前正在重建当中 导致无厕所可使用 而附近长辈都在于此地 喝茶聊天 导致需要厕所时 都必须向附近添加借用 经县议员尤鸿达 在南投县议会定期会质询中 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建言后 县府相关单位也立即设置流动厕所 让长辈在需要使用时 不用因为厕所的问题而困扰 这里是南投市市中心 就是人寿公园 就是我们大家设施的三角公园 这里就是我们老师大 在聚集的聊天 在休闲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现在 增值到经费 在厕所的改建 导致这边的厕所 改建中的无便所谈用 每一天来这里 休闲到活动的老师大 非常多 不便所谈用 现在都要去对面 他们看的交参 或是求兵才给人家照 所以说做成后 我们这些老师大 很辛苦 不方便 县议员尤鸿达表示 因人寿公园厕所正在重建当中 而导致经常在公园喝茶 聊天的长辈 都没有厕所能够使用 在定期会向县府相关单位 提出建言后 也立即处理 也感谢县府相关单位的用心 设置临时厕所 让长辈在急去厕所时 不用跑那么远 向附近店家接厕所 所以宏达在广议员尤鸿达 来接线 建筑出流动厕所 要求到我们的相关 执行单位 或是我们的建设处 马上来给我们设置 这个临时厕所 让我们家的老师大 可以方便之宜 可以让他们 真的里面来修用 那么感谢我们的建设处 由我们的厨厅 和我们的成像发展科 的支办单位 在两天来 地地两天来 都给我们设置完毕 让我们这个流动厕所 在这个人寿公园这儿 让我们家的老师大 在这里游田休闲 都可以马上来修用 这是我们的种旨 经县员尤鸿达 云定机会 向县府相关单位 提出建言后 县府相关单位 也立即处理 于公园内设置临时厕所 县员尤鸿达 肯定县府相关单位的用心 能够立即处理 让长辈 不会再因厕所的问题 而困扰 记者邱民郡南投采访报导 ité请不吝点赞 订阅 Pelz untertit就行